女人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自己的丈夫 因为丈夫睡觉从来不打呼噜 更没有在睡前提出跟自己行房式的习惯 而且一向高冷的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过自己 看着第一次动手洗碗的老公 女人的心里不免对他产生了怀疑 而女人的猜测也并没有错 因为此时他的丈夫早已被别人给调包 原来男人昨天因为发生车祸而丧失了生命 巧合的是与他相撞的那个人刚好跟他同名同行 可这位同名的大叔却只是轻伤并无大碍 不料勾魂使者来到医院后 静悟将轻伤大叔的魂魄勾走了 本以为完成任务的使者突然收到了提示 这才得知是自己弄错 然而等大叔的魂魄来到医院的时候 静悲催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火花 内心愧疚的使者健壮便决定将他放进同名同姓的高富帅体内 而此时高富帅的家属正在进行着葬礼 并仪师脸色沉重地帮他整理着衣容 不料这时男人的手惊动了一下 并仪师被吓得吞了吞口水 他正想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 不料最后还是没撑住晕了过去 当高富帅从里面坐起来的时候 现场的众人顿时就懵逼了 男人叫哲勋 是国内知名银行的行长 不仅对待下属十分苛刻 就连妻子他也会像是下属一样对待 他说出的每句话在妻子面前就是命令 但妻子惠珍也早就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因为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老公的一丝关怀 而与他同名的这位大叔却是一家小餐馆的厨子 表面长相凶悍的他内心却是一个幽默的大男孩 一家四口虽然并不富裕但却过得其乐融融 就是这样一个幽默和谐而又专一的灵魂 却突然换到了性格完全相反的高富帅身上 此时哲勋的苏醒瞬间在国内引起了轰动 电视台都争相前来报道 阴生对此也根本无法做出解释 只能连喝几瓶小酒压惊 而醒来的大叔此时也是一脸懵逼 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的这些家属 直到他看到镜子之后才恍然猜到了一些什么 于是他向这位陌生的妈妈借来了手机 随后将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婆美兰 他哭诉着向老婆讲述着自己所遭遇的一切 可美兰却以为这是骗子在搞恶作剧 直接将他臭骂一顿后便挂断了电话 随后他的发小阿帅也来到医院看望他 看到哲勋已经不认识了自己 阿帅误以为哲勋只是因车祸失业 大叔本想赶紧出院去找家人解释一下 可这位肤白貌美的陌生妻子却让他等养好身体再说 无奈之下大叔只能当场跳了一段性感的舞蹈 来证明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可妻子却彻底看傻了眼 他不敢相信这竟是自己那位桀骜不驯的丈夫所为 好在大叔最后在阿帅的协助下逃离了医院 再次回到了这个让他真正熟悉的地方 恰好他又遇到了出来丢垃圾的美兰 大叔激动的上去就说自己是他的老公 并且还讲出了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小秘密 可美兰听后却感觉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认为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妥妥的变态 听到动静的阿帅也有些懵逼 不敢相信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哲勋还有这种爱好 随后阿帅将哲勋带回了高富帅的家里 看着眼前陌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大叔顿时不知该如何向他们解释了 于是匆忙跑进浴室躲了起来 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随后大叔洗完澡便来到了房间 而这时亚丽也身穿睡衣走了进来 当他打开衣柜后竟发现了更加离谱的事情 里面居然摆放的都是别人穿过的内部 他好奇地质问丈夫为何会这样 家人都认为男人是被恶鬼缠身 于是便请来了有名的神婆来给他做法 可神婆却在中途意外将自己给摔倒了 这一幕把树上的阴间使者看得十分无语 原来男人的体内住着的是一个憨厚的油腻大叔 而这位大叔的身份原本是自家饭馆里的厨子 看着这家饭馆因自己的离世已经被迫倒闭 他能料到如今家里肯定是被债务缠身 于是他便回去找到了高富帅的母亲借钱 而有钱的老妈出手也是十分爽快 直接给儿子拿出了一个亿的现金 随后大叔将自己包装成了快递员 将这笔钱送给了妻子妹们 等他们打开之后简直就被惊淡了 因为他们这辈子恐怕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好在大叔是以朋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 并留下手机号说有麻烦一定要联系他 此时大叔的眼泪再也绷不住 眼瞅着家人就在眼前却无法相认 可晚上回到高富帅的家中之后 麻烦的事情却又来了 高富帅的小三居然给他打来了电话 而前来送水果的慧珍看他表情就已经知道了 大叔这才知道原来高富帅居然还在外面养了别人 而妻子慧珍也正准备跟原来的哲勋谈判离婚 乱七八糟的状况让大叔感到十分无奈 不料转天大叔刚来到公司就被一个女人抱了上去 这让大叔感到无比的尴尬 直接甩下女人推门逃跑了 晚上气质端庄的慧珍前来给丈夫送药 准备离开时大叔却突然叫住了他 随后心情郁闷的他只好去找神父吐槽 可神父听完却觉得隔壁这兄弟肯定是没吃药 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高富帅唯一的朋友阿帅 这时大叔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老爸 他认为老爸一定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于是大叔便带着阿帅来到了父亲家门口 大叔见面后便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还将父亲平生所有的黑料全部说了出来 原本以为自己说完后父亲会与他相认 不料老头却直接狠狠给了大叔一个耳光 无奈之下 大叔只好以朋友的名义邀请女儿第二天见面 带女儿去吃了他平时最爱吃的披萨 两人一番交谈之后大叔这才知道 妻子美兰如今被迫去了商场上班 而自己的父亲到晚上还要去工地打工 大叔听后心里十分难过 他让女儿回家后一定要转告他们 而回到家后大叔却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原来哲勋平时最爱吃的就是菠萝 可大叔却一口都不吃 这让慧珍再次对丈夫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慧珍最后冷静了一下 还是否定了这个荒唐的想法 可憨厚的大叔却被此下的久久不能平静 可他最大的挑战还远远不止于此 因为身为总裁的他当来到公司之后 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崩溃 下属们见状都赶紧列队准备迎接 而大叔却谦虚地不停向大家鞠躬 搞得众人心里顿时都有些发毛 哪里还看得出他是以前那个脾气暴躁的霸道总裁 助理听到这句话后整个人都麻透了 他跟同事分析领导一定是在演戏 认为总裁这次恐怕将会有很大的动作 副行长一听赶紧进门去汇报工作 可出门却说领导说让自己看着办就好 此时大叔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这职位是干嘛的 而当他翻开书本的时候 没上过学的他竟发现自己居然能看懂上面的内容 难道集团总裁的记忆并没消失 只是被隐藏了起来吗 这时秘书进门表示国外来惦请他处理一些事情 无奈大叔只好硬着头皮接起了国外的电话 只听电话里传来了十分流利的英文 然而正在他感到崩溃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居然能听懂电话传来的每一句话 甚至还能十分顺畅地和对方交流 可接下来的工作却让他犯了难 因为他还是记不清楚银行系统的密码 这时总行长给他打来电话问候身体恢复如何 他随口说自己失意忘记了密码 不料总行长竟直接告诉了他 但这却让大叔感到十分疑惑 为何自己的私人密码总行长会如此清楚 随后大叔准备先早早下班离开这里 不料出来居然问起了众人需要找谁请假 大叔的操作再次将大家给搞懵了 好在做保安的死党阿帅赶紧提示了他 临走时大叔还不妄想大火鞠躬表示歉意 等大叔走后众人都纷纷卸下重担以为今天可以早点下班 不料这时大叔却又再次反了回来 搞得大家心里都一阵发毛 以为领导正是故意在试探他们 都赶紧回到座位忙起了自己的工作 与此同时 制造这一系列麻烦式的阴间使者终于等来了支援 而此人正是拥有千万人格的首席护卫猫咪 随后他便表示自己会一直留在这里帮助他 直到这位可怜的大叔回到自己的家庭为止 随后他们在图书馆找到了正在发愁的大叔 这时猫咪当场化身成为一位美女来对大叔进行测试 看到大叔和别人一样猥琐的小眼神后 使者坚信即使是换掉了灵魂 可哲勋这个男人依旧不是什么好东西 断定大叔在收获超高智商和美丽的妻子之后 肯定不愿再回到以前那个贫穷的家庭和老婆身边 晚上大叔睡不着 发现慧珍这么晚还没有上床睡觉 出来看到他正在客厅焦急的等待着什么 经过询问才得知原来是儿子和同学出门寻宝藏 大叔听后顿时就乐开了花 告诉慧珍不用这么担心 毕竟男孩子都是这么长大了 慧珍很好奇他今天怎么没对自己发火 半夜大叔起来发现慧珍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于是回屋拿好被子帮他盖了起来 此时的慧珍终于被大叔给感动到了 结婚这么多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被丈夫关心 由于大叔总是无条件的去帮助原本妻子的一家人 于是美兰便邀请男人出来想问亲原因 想知道行长当初为何会身穿病服出现在自家门口 甚至还开口叫自己老婆 大叔听后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只好谎称自己是因为生病导致大脑出现了幻想 美兰一听还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可他不明白自己的丈夫生前怎么会和这种人成为了朋友 大叔健壮便谎称他们是之前合伙购买彩票所认识的 中奖之后自己却拿钱跑路了 直到听说他因车祸去世后才感觉到良心不安 所以想要把中奖的钱还给他们 美兰也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不料大叔却冷不丁地冒了一句 看来这位行长病得还不轻 等大叔回到公司之后 满脑子想的全都是自己家人的事情 这时他接到了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 得知哲勋的儿子在学校被人欺负时他并没有兴趣 可他在听到下句话的时候却当场懵了 因为欺负哲勋儿子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宝贝女儿 原来哲勋的儿子在大叔女儿的柜子上涂鸦说脏话 女儿一气之下才动手打了他 气愤的大叔听后直接将所有的罪责全部揽到了自家儿子身上 一旁的妻子惠珍对此也是感到十分差异 事后大叔的女儿也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充满了好感 因为在他的身上处处都能看到死去老爸的影子 看着丈夫对别人家的女儿如此关心 妻子惠珍表现出了一脸的不可思议 因为昨晚他就告诉丈夫儿子已经两天没回家了 可丈夫却显得毫不在乎 男人的种种表现让惠珍感到特别失望 而大叔此时也震惊地发现 自己居然慢慢感受到了这具身体的一些习惯 更想不到的是身体原本的人格也逐渐地浮现了出来 转天美兰由于急需扩展业绩 于是便想给丈夫的好友推销一份保险 不料大叔居然随口就说出了自己的证件号码 而美兰却惊讶地发现号码居然是自己老公的 甚至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老公生前最爱的盆栽 而且美兰还发现男人的信息上也显示是出现过车祸 就连日期都和老公出事的时间一模一样 当她看到男人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 竟发现了这个她老公生前最难戒掉的一个小动作 美兰顿时就懵逼了 她回想起老公出事当天男人就来找过自己 难道她真的是自己复活回来的老公吗 晚上惠珍洗完澡正在吹头发 大叔居然被惠珍的美貌给吸引住了 看到惠珍发现了自己 害羞地她赶紧躺进了被窝里 诺明的表白让惠珍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随后两人躺在床上彼此畅聊了好多 从第一次看电影到后来的第一次接吻 大叔却很好奇地问了惠珍 为了能够帮丈夫找回记忆 惠珍带着大叔来到了两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可大叔的脑子里却都是和妻子美兰在这里的画面 根本就想不起来这具身体的一丝记忆 原来惠珍的老公早已经车祸去世 只因为大叔和惠珍的老公同名同行 导致阴间使者收错了人 让本事清伤的大叔喝粥食也死了 知道自己搞错后 才让大叔借助了同时死去的哲勋身体复活 下班后的惠珍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她想与丈夫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晚餐 然而再增加一下他们的夫妻关系 可直到她回家后都没有收到丈夫的回应 惠珍的心里不免感到有些失落 而就在她帮大叔收拾书房的时候 敬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箱子 里面装的都是丈夫从来不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看着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的各种菜类 惠珍的心里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丈夫此时已经约好了与她原本的妻子美兰见面 因为美兰也逐渐开始怀疑大叔就是自己死去的老公 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测 美兰将大叔带到了老公生前经营的小餐馆 看着和老公极为相似的吃香 美兰终于忍不住地开口询问 可陷入两个家庭当中的大叔 此时却又不想承认身份 因为这样对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实 为了彻底让男人破防承认 美兰又将大叔带到了自己家里 而大叔也习惯性地劝父亲一定要少干点活 见大叔对自己家人的状况了解得如此清楚 全家人对此都感觉很奇怪 可即便如此大叔却依旧坚持保守住了秘密 不甘心的美兰又主动会见了哲勋的母亲 得到了对方的答复后 美兰内心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有些激动 此刻美兰仿佛也断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是对的 美兰说完之后便起身慌忙离开了这里 可他却不知大叔此时已经开始慢慢地和这句身体同化 哲勋的记忆也开始逐渐一点点地恢复 就这样他好像已经开始记起了哲勋的所有回忆 并且还为哲勋以前对妻子的冷漠而打到愧疚 然而很快大叔就再次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原来因为一向苛刻的勋哲死而复生后性格完全改变 导致银行的效益下跌严重 高层领导准备将大叔行长的位置换掉 不料原本一向讨厌他的员工们却开始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因为大叔的改变早已与他们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随后大叔回到办公室点开了哲勋最爱的歌曲 然而等他再次睁开眼时 此时的大叔好像突然变回了消失已久的哲勋 在众多员工的注视下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银行 随后他来到上司面前并恢复了曾经老辣的状态 强大的气场让对方顿时感到震惊不已 回到家后的美兰发现公共感染了急性肺炎 没办法的他赶忙通知了哲勋过来帮忙 而当医生让家属签字的时候 哲勋见状赶忙冲了上去 此时的美兰已经万分确信了男人的身份 而着急劝父亲要保重身体的哲勋也终于忍不住了 看着父亲毫不意外的眼神 大叔只好在家人面前公开了身份 并表示自己现在遇到事情需要解决 等处理完之后就会重新回归自己的家庭 没想到父亲却表示让儿子不用回来了 父亲希望受了一辈子苦的儿子就这样以财罚的身份生活下去 如果他回来的话 对这句身体的家庭来说就太不公平了 而两人的对话也全被门外的美兰听进了耳里 虽然他能理解公共是为了儿子的良苦用心 可他的心里却还是特别委屈 随后美兰质问大叔为什么上次没有承认身份 大叔表示自己现在不光有自己的记忆 而且还有行长哲勋的所有记忆 他让美兰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解决完事情之后自己自然就会回来了 美兰听后无比的愤怒 但又觉得没有理由去反驳他 晚上 惠珍在嫁给帮丈夫整理着衣物 这时却听见丈夫电话响了起来 拿出一看上面居然显示是老婆的来电 他看了看自己梳妆台上的手机明明好好的放在了那里 于是他强装镇定地将电话接了起来 慧珍顿时被吓得惊慌失措 他慌忙拿起手机拨通了丈夫电话 竟发现丈夫给自己的备注居然是大婶 虽然惠珍已经明白了一切 但他还是先将手机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晚上惠珍久久无法入睡 脑海中一直闪过最近丈夫奇怪的表现 他有些怀疑男人或许真的不是自己的丈夫 可和男人朝夕相处之后 慧珍却不愿承认现实 痛苦的回忆让他烦躁地离开了房间 来到客厅里蜷缩着度过了一夜 而大叔此时也辗转反侧迟迟睡不着觉 他想思考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好让两个家庭都不受到自己的伤害 可美兰这边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为了自己和这个家庭 他要夺回自己的丈夫 转天他给阿帅打电话得知 大叔正在慧珍的超市做宣传 而此时的大叔正在准备下班 看到慧珍的表情突然有些不对 扭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美兰也来到了这里 大叔顿时尴尬不已 而两个女人见面后也是火药味失足 这时美兰上前表示要和大叔一起吃饭 可慧珍也不甘示弱 上前便邀请丈夫一起共进午餐 大叔此时有些左右为难 同事件局面不对便赶忙表示 中午大家可以一起吃饭 就这样诞生了一场史上最为尴尬的饭局 同事十分好奇地询问 美兰和大叔到底是什么关系 两个女人说话都不给对方留下余地 大叔这时在这里简直是如坐针毡 于是便谎称银行有事赶忙 逃离了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 结果还没等大叔开车来到公司 手机就接到了慧珍发来的短信 就在大叔准备答应的时候 美兰居然也给大叔发来了消息 这让大叔顿时陷入了两难 此时美兰正在用心地做着老公以前最爱吃的料理 并告诉公公今晚丈夫要回家里吃饭 而另一边慧珍也让婆婆带孩子出去吃饭 自己则在家精心准备西餐等待丈夫回家 做完饭后两个女人都精心将自己打扮了一下 而此时大叔的心里也终于下定了主意 他先是来到了慧珍这里 慧珍见到丈夫回来后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吃饭时也不停地讲述着两人以往甜蜜的过往 可大叔却不忍让慧珍继续幻想下去 大叔表示自己与哲勋现在只是拥有共同的记忆而已 随后大叔来到了美兰家里 美兰十分开心 并不停地往大叔的碗里加彩 可大叔的心里却显得并没有那么开心 而这一切也全部被年老的父亲看在了眼里 因为这顿饭吃得并不愉快 晚上夫妻两人躺在一张床上 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冷漠 美兰清楚两人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而另一边的慧珍因为对丈夫思念成疾 终于在一个雨夜病倒了 儿子见状赶忙将电话打给了爸爸 大叔得知后不顾美兰的劝阻 执意要去照顾慧珍 美兰冲到雨中恳求大叔不要过去 可大叔最终还是松开了美兰的手 因为此时的她心里已经爱上了慧珍 而美兰最终也想清楚了这一切 决定让哲勋回到原本就属于她的家庭里 大叔最终还是和慧珍走在了一起 此时的她既不是行长哲勋 也不是开饭馆的油腻大叔 而是他们两人既已融合后全新的哲勋 并且还在这个家庭担任起了完美的父亲角色 就在众人都认为这可能是最美好的结局时 意外却再次发生了 这天大叔和美兰同时来到一家超市买菜 并且还意外地相遇在一起 美兰准备回家时大叔执意要送她回去 出来后大叔让美兰等她去车库取车 谁知车子却被夹在中间怎么都开不出来 这是一个路人不小心撞到了美兰 水果也被散落了一地 美兰连忙弯腰去捡 不料一辆车子突然撞了过来 等大叔赶来时发现美兰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经过医院的一番抢救 美兰最终还是被宣告了死亡 这时阴间使者突然感到了一阵心痛 于是便来到医院找到了大叔 随后使者把这一切的缘由全部说了出来 而大叔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回到家后大叔便在笔记本里记下了重要的信息 随后来到房间看了一眼慧珍 眼里露出的全是温情与不舍 随后大叔一把将慧珍抱入了怀中 狠狠地吻了下去 此时使者也开始施展起了法术 时间也随之开始慢慢地倒流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犯下错误的起点 行长依旧还是那个严厉冷漠的哲勋 而慧珍此时也正打算跟丈夫离婚 大叔也正在饭馆熟练地坐着中餐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可事情却远远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晚上哲勋睡觉的时候 梦中突然想起了时光倒流前的一些画面 随后被梦惊醒的他来到书房 打开了他提前留下的那个笔记本 发现上面记录的都是4月份发生的事情 可现在的时间却是3月15 转天一早哲勋出门的时候 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当他准备上班取车的时候 哲勋的大脑里又再次闪现出那场车祸的记忆 于是他没有选择开车去上班 此时大叔也来到了神话银行办理贷款 而办理人员却发现大叔名下已经有了一笔贷款 可大叔却坚决不信 这时行长哲勋也听到了此事 经过调查发现办理这笔贷款的人员已经离职 哲勋认为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于是便先让大叔回家等待结果 而回到办公室的哲勋 导致车祸还有大叔死后在自己的身上复活 哲勋没想到时光倒流之后 自己竟然还保留着大叔两个人的所有记忆 然而就在大叔回到家中与美兰为贷款的事情发愁时 美兰突然接到了行长哲勋打来的电话 表示让大叔去银行找他 两个同名同姓的哲勋见面之后 似乎看到对方都感觉彼此之间莫名的熟悉 哲勋对大叔表示自己会帮他处理好贷款的事情 并帮助大叔办理无息贷款 不久之后 哲勋悄悄来到了大叔经营的饭馆 不仅感叹命运的奇妙 看着大叔一家人幸福的画面 哲勋的心里顿时感到一阵欣慰 而一向冷漠的他也开始关心起了自己的人 态度的转变让家人都感到一脸懵逼 甚至饭后还主动帮妻子刷起了碗 哲勋表示要带着惠真一起去外面散散步 在哲勋的一番深情告白之下 惠真原本已经破碎的心也逐渐好了起来 可他根本就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转天哲勋来到了大叔家门口 恰好又遇到了出门丢垃圾的美兰 而美兰也认出了他就是行长哲勋 于是便感谢他帮助家里办理了无锡贷款 随后还送给了哲勋一份礼物 这是哲勋突然收到了惠真打来的电话 哲勋并没有回应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将惠真号码的备注改成了妻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